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去讲web1.0,2.0跟3.0 最错的web1.0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企业可能单向的 给记信给阅读节 就是说好像最早期的yahoo 我们去搜寻这些网页 然后再拿一遍拿到记信 没有什么互动 web2.0就是多了一点互动 就是说你可以去留言 你可以上载内容 但是这个是中心化的 好像是Facebook 好像是YouTube里面 你可以上载你的视频给他们 然后也可以去留言在里面 但是这些收据这些基产 是这个拥有节的 web3.0跟2.0的区别就是去中心化 还有最大的一个就是你 你拥有这些基产是一个虚拟的经济 最typical的example就是比特币 它就是做些工作 你产生一些Proof of Work 然后拿到这一个回报 这个基产是属于你的 跟web2.0的不一样 这一个是一个不知道这个server在哪里 它是一个去坏链的这一个状态去进行 我们很难讲web3.0是好还是坏 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它把这个交易 或者是一些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是通过web3.0去解决 这个就是一个漫长的路 我们要去走的 web3.0你说 最后会不会给亚医会一些叫监管 为什么因为3.0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问题出来 比方说NFT这些爆末这些 我不能讲是不好 但是每一次有一些新的技术 肯定有一些爆末出来 我不可以怎么说要等这个市场慢慢去调整 好像前夕年代的时候 刚有忽然往开始 就经历过差不多十年的一个发展 今这一趟3.0 我也觉得亚师会走一趟漫长的路程去淘汰 看哪些企业或者是新的概念会出来 今天讲的web3.0就到这里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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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